近期纷纷传言中共将在十八大后启动政改 但是胡锦涛的中共十八大报告粉碎了人们的幻想 胡指称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不走改其意志的邪露 学者指出中共只是在不损害他们集团利益的前提下改变 不要对他们抱幻想 胡锦涛8号在十八大报告中说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官为指导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胡锦涛强调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 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 资深政经评论家林宝华认为 中共根本就没有做好改革的准备 不批判毛泽东中国就没法政治改革 但抛弃毛泽东中共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香港东方日报认为想让中共扩大民主那只是一厢情愿 东方日报指出在党代会上党代表和代表团都不能单独或者联名提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 人选只能由主席团提名 也就是说党代表只有表决权并没有建议权 大会出现的任何问题包括人事议题纷争都是主席团常委会一锤定音 从出炉的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常委名单中也看出这一届没有新意 在名单中不但前总书记江泽民位列其中还仅次于现任总书记胡锦涛排名第二 其他中共元老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魏健行李蓝青曾庆红吴关正夺干 也是主席团常务委员排名在现任政治局委员之后 并且中共十八大也基本沿袭十六大十七大的格局 大会秘书长由王储习近平出任 副秘书长由中宣部长刘云山中组部长李元潮和中办主任栗战书 与前界相比只少了分管政法系统的高官 等于证实了政法委不入场的传闻 时政评论家孟渊佩认为 这次会议虽然主要是胡锦涛来操盘 但是一定要维护中共这个利益集团利益的 必然会参考江泽民李鹏这些左派的意见 所以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胡温习他们的势力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但是他们也要搞全力平衡 要照顾那些老人 比方说刘云山就做了这个副秘书长 最左的肯定要进入常委的 刘云山还有这个李元潮 他们是个交易 你们这个红派放一派 那江派他也要放一个人 这样维持一个平衡 东方日报指出 现在中共党内派系斗争越来越激烈 各方位卡位站位已经撕破脸 矛盾呈现公开化 情况就像当年苏共垮台前夕 党代会形同闹事 根本没有规则可言 不过孟渊佩认为 这次政法委不入常 不是因为老百姓的怨声载道 而是从薄熙来的事件上 他们看到政法委权力过大的危险 不过孟温的怨声